刚刚穿越成一国公主的轻盈 却因为哥哥是个变态就要收拾东西跑路 被宫女拦下后 她竟然拉着宫女一起逃跑 原本轻盈还在纠结 要不要把侍女打晕后自己再悄悄地溜走 谁知侍女说什么也不愿意 于是恳请轻盈拉着自己一起逃跑 轻盈只好同意了 可她刚打开大门才发现 门口的守卫森严 可谓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别说她能不能轻易离开 说不定还会因此暴露了身份 于是她只好等到晚上悄悄行动 到了晚上为了引开侍卫们的注意 轻盈随手捏起一片叶子 一甩就刮起一阵狂风 趁此机会她拉着侍女成功躲开了侍卫的监视 边跑侍女还不忘对轻盈狂拍马屁 可是二人跑了半天 却发现总是在周围转圈圈 轻盈决定自己先去打探线路 让侍女原地等待 谁知跑了一回不仅把自己累够强 还差点被回来的黄兄发现 为了躲开黄兄 她稀里糊涂进了一栋名为灵霄店的房子 结果她刚刚进去就遭到了猛烈的攻击 在几近躲闪之后 轻盈也终于忍不住开启了反击 紧接着开始怒吼 哪个小吃老公鸡姑奶奶 此时她才注意到 屏风后面居然坐着一个 手持白铃上身赤裸的男子 虽然长得十分帅气 但轻盈从她身上 感受到凌驾一切的凌然霸气 心想这小子绝不是普通人 她知道现在不能正面硬刚 于是她抄起衣服甩了过去 谁知却被男人直接击碎 突然她脚下一滑 竟然直接摔进了男人的浴缸里 男人直接怒吼一声 什么人敢善闯阵的灵霄店 轻盈也毫不客气出手还击 她直接自己是男人的三大爷 男人发觉轻盈的身法 不是西明国的武功露数 于是再次质问她的身份 谁知轻盈也不跟她废话 一把将内裤塞进男人嘴里 潇洒地准备离开 谁知男人的左手释放光芒 一道剧烈的光束直接轰向轻盈 幸亏她伸手矫健轻松躲开 谁知光束直接将大门轰碎 轻盈直接笑了 随后屁颠屁颠地逃跑了 男人脸色瞬间气得发黑 大喝一声御灵军全体出动